我来喽 哎呀 哎呀 这个里面都在这儿呢 我媳妇怀孕了 都知道了吧 哎呀 伺候她可太难伺候了 既幸福是又痛苦啊 前天我媳妇跟我说 老公 我要吃甜的 昨天又说 老公 我要吃酸的 今天我都不知道她要吃什么了 哎呀 哎呀 老公 对 我得请她 到了吃水果的时候了 有请娘娘 请什么请啊 小疯子 是不是到我吃水果的时间了 对 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来来来来 来 吃个这个 我想吃甜的 你看 来了吧 来来来来 吃个这个 我想吃酸的 我早就准备好了 媳妇你啊 先吃一口这个 再吃一口这个 拿你的舌头搅一搅 不就又酸又甜的吗 小疯子 哎 我说话你是不是听不懂啊 你说一遍 我不跟你说了吗 我想吃那个第一口酸的 一居灵 第二口甜的 厚嗓点的那种 长得一块的水果嘛 妈呀 这街坊邻居你还好呢 你 闲事不大是不是 又酸又甜的 上哪找去这是 什么玩意 醋里边放点白糖 你喝去吧你 什么呀 媳妇啊 实在是找不来这东西啊 前顺芳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怎么呢 哎呀 媳妇 我爱你 这种连续都知道 你这样 你只要能说出名字来 我肯定给你整来 我想吃你爸 好嘞 你要吃我爸 我没说完呢 我说我想吃你爸种的梨 吓我一跳 顺芳 你还记不记着 就是咱俩谈恋爱那钱 然后你老逗我 你说带我去旅游去 结果溜达溜达 就溜达到你家后山上去 然后 然后你就爬那梨树上 把那最好吃的梨 给我摘下来了 哎呀 那个梨啊 咬一口酸 第二口甜 第三口酸甜酸甜的 可好吃的呢 第四口呢 倒糊了 你赶紧给我找梨去 我明白了 媳妇 闹了半天 你想吃我爸种的那个梨啊 嗯 那没出整去 这都多少年前的事了 我爸现在种不种那个梨 我都不知道了 钱世芳 哎 我也非常肯定了 你已经不爱我了 要跟以前你找就去 给我找这个梨去了 不是 我告诉你 钱世芳 你要这样是谁的 我就带肚子里的孩子回娘家 你回吧 你回吧 老虎不发威 你以为我是哈喽卡卡 你回娘家吧 你这儿不就是你娘家吗 钱世芳 你不用这么稀皮笑脸的 你要不给我找着梨 我是让你给我回娘家 不就是我爸种的梨吗 肯定整了 你放心吧 刚才我有个朋友 还给我来电话呢 说明天从老家来 你放心 我让他给你带点来 真的吗 老公 你真好 把嘴收回去 找不着梨 我跟你说 还得回娘家 上哪儿给他整着梨去 酸的甜的 还长一块的 什么呀 我赶紧打个电话吧 哎呀 喂 哎 超市吗 哎 你抓紧时间 你找个人 你给我送一箱梨来 挑大的啊 挑好看的啊 赶紧赶紧的 妈呀 这也太快了 空头的 这肯定是快递小 快递小哥赶紧来吧 哎呀 我的天 太快了 快递小哥没来 快递老哥来了 哎呀 爸 爸 你咋突然来了呢 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 梦见阿尔米利子 想吃我种的梨 我今天 就给他送来了 爸 你神了吧 刚才阿尔米利子 还给我嚼醒呢 说非要吃你种的那个梨 说要整不了这个梨 他就回娘家去 是吧 看来爸是你的救星 爸 谢谢爸 赶紧 洗完了在家 赶紧给阿尔米利吃 等会爸 我你妈 爸呀 我记得我小时候 你种的梨挺好看的 怎么歪瓜裂枣的呢 早就跟你说过 这梨好吃 不在乎的外表 长得多好看 懂不懂 这个环保 是老爸亲自上的农家肥 绝对是绿色水果 真的 吃吧 放心 我爸亲自施的肥 爸呀 这个好像有点不卫生吧 你儿媳妇现在正怀着孕呢 算了 不让他吃了 怎么可能不卫生呢 农家肥 农家肥 不是你想象的农家肥 啥呀 就是鸡粪 鸭粪 猪粪 不是我的粪 爸呀 你这粪粪的 你听着都恶心 恶心啥玩意吗 施肥的技术 你忘了 你农村长大的孩子 就是梨花没开的时候 梳根底 吃点农家肥 不是驴长这么大了 忘了离着恶肥 懂吗 明白 这我还能不明白吗 根吸收那个肥 然后转化到果子上 对呀 那是不是也不太 那个啥 你孙子吃了 是不是发育不凉 怎么可能发育不凉呢 你奶奶怀我的时候 吃的就咱家梨 你妈怀你的时候 吃的也是咱家梨 咱俩发育不挺凉的吗 爸呀 那咱爷俩就更不能吃了 为什么 你看咱爷俩这个头 是不是吃梨吃的 滚一边去 没展开呀 我跟你说 顺风 爸没展开的原因 随你爷爷 你爷爷就没展开 你没展开的原因 随爸爸 你也没展开 所以说你就 哪来那么多的废话 赶紧来吃就得了呗 行了 我在梨的时候 蹭了一脸灰 我洗一脸 我明白了 我爷爷就是吃这玩意吃的 生出我爸来 生出我爸 我爸长得跟梨似的 我爸又喂我这个 吃这个 生出我来 跟个小土豆似的 让二米粒吃 那我儿子生出来 不得跟个樱桃似的 这可不行 你说我爸也是 我们老家离这三百多公里 你多带点 你带五个 这回是快递小哥 快递小哥自个儿进来吧 钱哥 您订的梨 来来来来 搁这边 谢谢 都洗干净了 放心吃吧 好嘞好嘞 洗干净了 麻烦了 谢谢谢谢 这就行了 看这大梨 看这 哎呀 我爸也好意思 管他叫梨 哎呀 这一看从形象上 这就是姚明 这就是潘长江啊 叫我儿子吃 我儿子肯定吃姚明 潘长江 潘哥 你藏一会儿吧 哎呀 我还是给他割起来吧 哎呀 别在这吃 哎 刚才我听到门铃响了 谁来了 哦 爸来了 爸来了 对 他怎么来了 你不是刚才说要吃梨吗 爸怎么知道我要吃梨呀 我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哎呦 我的天哪 你爸是草草 我说到就到啊 太幽默了 快吃吧 都洗过了 不是 你爸种的梨 长 长得那么大了 啊 那个 谁 洗手上 来来来你坐 我听我解释啊 你吃我爸种那个梨 是不是好多好多年前的事了 对啊 哎 通过这个梨树年龄的增长 这个梨也不断地增大了 啊 那要是这样的话 你跟你爸随着年龄增长 怎么没长大的呀 吃梨吧 哦 哎呀 多长时间没吃着了 你快吃吧 吃吧 哎呀 好吃吗 不是这个味儿 咋不是这个味儿呢 真的不是这个味儿 我怎么跟你形容呢 这梨它那个味儿吧 就是你家 就是家乡的那个味儿 你懂吗 你再吃一口 再吃一口 品品 仔细品品 哎 有了吧 嗯 还不是第一口 我的豹汁 媳妇 你这么点 你把这一箱全吃了 肯定能 我上班了 吃了 我那也顾了 这谁长 太难吃着这梨啊 你爸 啊 吃爸给你拿的梨了 对 爸这梨你拿的啊 啊 哎呀 好吃吗 那要你拿的 能好吃 好吃怎么苦大仇身的表情啊 啊 不是 那阿美丽哪是苦大仇身呢 这完全是幸福的表情吗 那幸福的表情咋还有眼泪呢 就是幸福的就是到了极致了 喜极而泣 哦 喜极而泣 那也说这个好吃呗 好吃 确定挺好吃啊 好吃好吃 啊 好吃 那就下回爸再给你多拿点 好嘞 哎哎哎哎 爸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那我要说实话 你可别激眼 就你拿的梨 好难吃 不对 绝对不对 这绝对不是我拿了的梨 前师傅 回来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你 哦 这个梨啊 拿错了 哎呀 这是我从小卖部买的 哎呀 这爸你买的梨在这呢 哎 这是爸种的 你看爸种的梨 啊 啊 这大便 这也不好吃 你这能吃吗 这个 儿媳妇 你尝尝这个梨 来 哎呀爸 就是这个梨 就是这个梨 我多长时间没吃着 就是这个梨爸 尝尝尝尝尝尝 好 走 在那样的心 身心 笑呀笑身孙 我最辣辣的爱 太好吃了 变完 变完 停停停停停停 阿姆丽子 别嘚瑟 你肚子里我孙子 啊 爸爸 不是我要嘚瑟 是你孙子要嘚瑟 我控制不住 继续嘚瑟 哎呀呀呀呀呀 行行行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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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嘚瑟了 这有孩子呢 吃吧 快你吃你吃 画好喝 画呀 啊 阿姆丽子这么爱吃你种的梨 你多带点呗 你带五个 你这才疯狂的 你爸是啥人 你不知道吗 我能带五个梨吗 那不是五个吗 我今天上树上栽了五斤梨 五斤梨就五个呀 你听我把话说清楚啊 我带来这五斤梨就上了大巴 结果碰着咱村子老赵了 老赵跟我说 哎呀大哥 我太爱吃你家那梨了 你让我尝着行不行 那么大 就是好容易沾回嘴 咱俩好意思拒绝 我说你吃吧 别客气 这老哥的好 走一路吃一路 走一路吃一路 结果到地方 就剩了二斤半了 哇他吃二斤半呢 是的 我拿着这唯有的二斤半的梨 就赶紧往你家撩 刚到小区门口碰着二秃子了 二秃子 二秃子不出国了吗 回来了 他看见我就跟我说 钱叔啊 我终于把你逮着了 你知道吗 我在国外整整三年 我只想三件事 第一想我爸 第二想我妈 第三就想你种那个梨 今天说什么 你要把你这个梨卖给我 我说不能卖 这是给我二媳妇带的 他说不行 我给你五百块钱 你要卖给我 我说不行 这是我个阿尔米利带的梨 爸 我给你这点 你太仗义了 为了你儿媳妇 五百块钱 你这梨都没卖啊 我傻呀不卖 卖了 爸 你要卖了 这五个梨哪啊 对啊 卖完我就后悔了 我跟他说 我说你这样 他云我几个梨 他死 我不给我 我说这样 啥话别说了 我出五百块钱 买你五个梨怎么样 不是他卖了没有啊 他不卖 你看 死货都不卖 我就把他五百块钱塞他兜里了 我抢过五个梨就跑 这样你想想 二徒的事也解决了 二媳妇的事也解决了 你说爸奸不 奸 爸呀 二徒都花五百块钱 买你二斤半梨 对啊 把你回手花五百块钱买五个梨 对啊 我花他的五百块钱买回我自己的五个梨 我都配我都配我自己我老奸了 我都配我自己我老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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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五百块钱搁哪呢 在二徒那呢 二十半梨搁哪呢 也在二徒那呢 那你不赔了吗 我怎么能赔呢 爸呀 我幸亏是没随你啊 随了你我做生意就得赔梅咯 儿子 你听我说啊 你说啊 你不会算这个账 你算算 我是花了二徒的五百块钱 买回我自己的五个 赔了 我绝对赔了 又是赔了吗 我不赔 一点都不赔 我拿离刚好转身走 二徒都跟我说 叔你别跑 我送你两瓶酒 你没事尝两口 我看看我看看 爸呀 这回不赔了 二徒送你的酒是好酒 盘掌柜 对 哎呀 爸 行了这行了 我现在就是不明白的啊 二徒的英雄啥 费用五百块钱 买你二斤半梨啊 咱这是什么金梨啊 你怎么什么都不明白呢 不是咋回事啊 我就特别能理解 二徒的心情 人家什么梨没见过呀 什么梨没吃过呀 为什么偏偏就喜欢吃 咱爸种的这个梨呢 拥护啥呀 这个呀 就是一种情怀 知道吗 他想吃的是家乡的味道 懂吗 跟我是一样一样啊 我爸呀 对你真好吃 你还能够整点吧 啥呀 这孩子 你爸这么大岁数了 三百多公里给你带来的 你没听爸说吗 没有了 明年咱在这 有 有 我只是把我能够着的梨栽下来了 爸爸 爸爸 你让他说 你把你自己能够着的栽下来了 那没够老的梨还得树上挂上去呗 对呀 前身分 那树上给老鼻子梨了 不是不是 背背这我有点懵了 怎么树上还有老鼻子梨呢 因为咱爸哥太高了 你赶紧把车钥匙给我 车钥匙干啥呀 不就三百来公里吗 一脚游的事 我现在就开车就去 我蹲在树上 把咱爸够不着的梨 我全造他 再见 不是 谢谢 我好像听明白了 爸呀 二本林太幽默了 你听他说啥没 说你哥太高了 这还净挑优点说你 爸呀 你别说 通过今天你带来的梨啊 我还有点感想呢 你说说 咱们村那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呀 特别是生态方面 发展保护的多好啊 爸呀 我提个建议你看行不行啊 你说 你回去啊 再科学的考察一下 你带领咱们村民 把这个种植业给他发展起来 给他搞起来 咱给他搞成品牌 名字我都想好了 就是这个味儿 好不好 爸呀 咱也为咱们村的富裕 贡献一份力量 哎呀 你太有头脑了 这点你随你爸 你爸 不会是民营企业家 哎呀 多亏了二米粒 二米粒要不吃这个梨 我还 坏了 二米粒刚才拿我车钥匙干啥去了 他说不就三百多公里吗 一脚油的事 我要蹲在树上 把爸够不着的一拳造的 他蹲树上 对 他又不是个猴子 就是 妈呀 不行啊 我媳妇她怀着孕的 二米粒啊 我还是开车送你吧 二米粒啊 哎 正好顺路把我杀回去 我用不着买车票钱了 我太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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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奸了